美菲第二次南海聯合巡邏 以色列使館質疑中共支持恐怖主義 胡舒立朋友圈報平安 北京加大恐嚇宣傳 急獄戒選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 1月4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問 我是林欣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先聽一下三高代謝堡的客戶反規 有位客戶非常認同三高代謝堡的製作理念 他說購買這樣的產品 令他感到非常心安 三高代謝堡秉承中國道家理論 視人體為一個小宇宙 擁有自我療癒的能力 這款產品以獨特的股法配方 提供身體治癒所需的必要原料 全方位調節和平衡人體機能 從而激活自然的療癒過程 台灣雅小姐的母親患有老年失智症 但在服用三高代謝堡4個月後 症狀明顯改善 精神狀態也變好了 三高代謝堡為你帶來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 眾多見證者反映 無論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高尿酸 痛風還是慢性發炎 使用後都有顯著改善 了解更多詳情 請關注健康520官網 新年依此 菲律賓軍方和美國艦艇 在1月3日舉行為期兩日的聯合南海巡邏 美國印太司令部第一航母打擊群加盟 請聽報導 據《中央社》報導 菲律賓武裝部隊參謀長布魯納·羅米歐·布羅娜 將這次聯合軍演稱為非美同盟關係 及菲律賓軍隊和美軍在互相操作上的重大飛揚 他說 這亦表明在履行保護人民的國家使命時 我們菲律賓軍隊在國防能力方面取得了進步 並發展成為一支世界一流的武裝部隊 這還表明我們的同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 同時向世界發出了一個信息 面對地區挑戰 我們正在推進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和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在這次聯合巡邏中 菲律賓派出四艘海軍艦艇 一架首舊多功能直升機 和一架反潛直升機 美軍出動包括卡爾文森號航母 第二艦載航空艦隊普林斯頓號 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 和第一驅逐艦中隊 第一航母戰鬥群指揮官薩迪耶諾·卡羅·薩迪亞羅說 為了令到所有國家都能夠從包括南海在內的公海 的使用中受益 美國艦隊將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內 進行安全飛行、航行和運作 他還介紹說美印太第一航母打擊群 這次進入南海以來 參加了印太地區的多邊、三邊 和雙邊巡邏演習 以加強和志同道合的盟友和夥伴之間的互動 共同兌現 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承諾 去年11月 菲律賓軍隊和美軍艦艇首次在台灣附近海域 和西菲律賓海進行了為期三日的南海聯合巡邏 隨後飛軍又和澳洲進行了南海聯合海空巡邏 菲律賓商業鏡部指出 美國是在距離台灣大選兩個星期時 出動第一航母打擊群在南海巡邏 中共半公開地支持 對以色列發動恐襲的哈馬斯 激怒一向和北京友好的以色列 以色列使館官方微博公開質疑 中共支持恐怖主義 微博不敢刪文 只好用其他方式抵制請來報導 據新唐人報導 北京時間1月3日上午 以色列駐華大使館官方微博 分享了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 官方推特X平台帳號12月27日推文的截圖 並引述了當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無寧有關恐怖主義的表態 恐怖主義是人類公地 中方堅決反對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 為一己私利知恐用恐、眾恐養恐、破壞國際地區安全 這種做法損人不利己 隨後以色列使館官方微博 就借無寧的言論反攻 暗示中共支持恐怖主義 如果這是中國的一貫政策 在哈馬斯一個公認的恐怖組織 10月7日屠殺、強姦、綁架以色列和其他國家平民後 為何中國對這些保持沉默? 除了恐怖主義 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字眼足以形容這樣的暴行 2023年10月7日 哈馬斯越過加沙邊界 對以色列實施殘暴的恐怖襲擊 以色列官方統計超過千名平民被殺 還有數百人被綁架到加沙當人子 根據以色列陸續公布的影像 和諸多親力者的回憶 哈馬斯恐怖分子殘殺以色列平民的手段極其殘忍 包括槍擊、斬頭、用斧頭砍頭、刀刺、火燒、輪姦、燒乳房、刀刺或火燒下體等等 還有哈馬斯人員 當著一名年輕母親的面 將他的孩子關進烤箱中活活烤死 同時將這名母親實施強姦 在這次的恐襲中 多名在以色列的中國勞工也被哈馬斯殘殺 但中共只宣稱中國公民死於巴爾衝突 連哈馬斯的名字都不提 截至1月3日深夜 以色列使館指控中共的微博收到超過2萬個點讚 1000多次的轉發、3000多次的評論 但並未被微博管理員刪除或評斃 但該微博的末尾罕見地附加了兩條微博用戶補充說明 或顯示微博亦在操控輿論 和以色列使館對抗 第一條補充說明來自只有1000多個粉絲的帳號 The Only XYZ 該帳號被標註為微博社區委員 該帳號添加的補充說明 是引述2023年10月9日無寧在例行記者會上的言論 當時巴西記者追問哈馬斯屠殺和綁架以色列平民 中共是否認為這些行為是恐怖主義行為 無寧避免直接回答 只是含糊地應對中方反對和譴責傷害平民的行為 連哈馬斯的名字都沒有看 但就是這樣一個含糊的回答 亦被The Only XYZ用來反駁以色列使館 聲稱中方沒有對此保持沉默 事實上至今為止 中共官方從來沒有公開譴責過哈馬斯 並且北京一直用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立場 來曲線支持哈馬斯 同時煽動國內外輿論仇視以色列 國際輿論當認為 哈馬斯背後黑手就是中共和俄羅斯等邪惡軸心 有消息指哈馬斯的武器很多是來自中國 加沙地下龐大的地道網也是中共援助建造 還有消息說哈馬斯的戰術也是中共指點 哈馬斯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政治局 這個和中南海的權力架構非常相似 港媒報導財新傳媒創辦人胡舒立 日前在朋友圈發帖報平安 有中國問題專家讚文分析認為 中共黨魁習近平的命運卻及及可危 2024年一旦突發對習近平不利的重大事件 習近平可能面臨長島眾人推的局面 從權力巔峰跌入萬丈深淵 請聽報導 香港《明報》報導 財新傳媒創辦人兼財新社長胡舒立 1月1日在微信朋友圈發帖 清潔到很多祝賀 再一次一聘回覆 2024新年號 並附上三個普權的小圖標 以及一些賀年的圖像 亦有屬人發出胡舒立的近照 顯示他近日人在福建廈門 胡舒立的朋友圈貼紙被救同事們視為報平安 主要是因為近日 多間境外傳媒報導 財新計2023年12月25日 刊出的年終社論 重溫事實求是思想路線被下架後 2023年最後一日刊登的 《2023忠友一別》專題 亦被刪除 以及有關胡舒立被約談 胡舒立微博被清空等謠言四起 中國問題專家王友群1月3日 贊文表示 2024年以致 中共當局打擊 改革開放派代言人胡舒立的消息 頻頻傳來 引發國內外輿論關注 胡舒立是財新傳媒的始創人 財新傳媒旗下有財新網、財新周刊、中國改革等媒體產品 多年來財新傳媒一直是為堅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鼓吹和呼籲 但去年年尾胡舒立卻屢屢遭到打壓 黃友群表示 中共黨內鄧的改革開放路線的擁護者 亦稱改革開放派 揭力想將習近平的極權路線 反回到鄧的改革開放路線上 胡舒立主長的財新傳媒 已經變成中共黨內改革開放派的一個輿論陣地 習不斷向左轉 立志要做毛澤東第二 財新傳媒則不斷呼喚 改革開放 台鄧已壓閘 令習非常怒火 財新近期連續發表三篇文章 胡舒立確實有些豁出去的意味 胡舒立本人是鄧的改革開放路線的擁護者 與中共高層改革開放派的一些高官有個比較密切的關係 比如他與作為趙紫陽智囊團人物的王岐山的關係 經常被人提及財新傳媒的很多深度、大膽、尖銳報道 亦與中共高層改革開放派人物的支持有直接關係 黃有群認為習當局打壓胡舒立 或者是習對改革開放派的最後一擊 這樣習將改革開放派的人也幾乎全部得罪了 黃有群指出就習家軍內部而言 中共二十大後習家軍全面上位 習終於可以鄰於一尊了 但是好景不祥 習家軍內部很快就出現了火箭軍大案 2023年3月以來 習親自提拔重用的三任火箭軍司令員 李玉超、周雅寧、魏鳳和等一批高級將領被失蹤 以十大結束不久 習家軍的這些高級將領都背叛了習 習還可以信任誰呢? 習上台11年後的今天 雖然登上權力的最頂峰 但在不斷清洗政敵的過程中 得罪的人實在太多 從某種意義上說 習已成為孤家寡人 中國有句老話叫長島眾人推 王友群分析認為 如果2024年突發一個對習不利的重大事件 習可能一下子從權力的頂峰跌入萬丈深淵 如果2024年中國出現對習長島眾人推的局面 或者就是中國真正的百年未有的大變局的開始 中華民國台灣總統大選 進入倒數第10日 中共官媒報導 共軍軍演畫面 並罕見放出最新航母福建號的新功能 多枚中共氣球飛越台灣上空 中共加大戒選力度的同時 喉鵝卻撇清與中共的關係 請你報導 1月2日 中共官媒央視 首度曝光中共第三艘航母 並顯示它過去從未正面露面的藍手三座 可以令藍載戰機起飛的電磁彈射器 目前擁有電磁彈射系統航母的還有美國 報導並稱 新的一年 我們將爭分奪秒 銳意進取 爭取盡快進入戰備狀態 中共在距離台灣大選 指剩下10天的時間公佈福建號航母的先進功能 恐嚇意味甚濃 去年11月 中共國台辦主任宋濤 曾恐嚇說 當前兩岸關係正面臨和平與戰爭 繁榮與衰退的兩條路 兩種前景的選擇 台灣民眾應在關鍵時刻 做出正確的選擇 去年12月 中共退役少將 前中共國台辦副主任 王在熙 則將界選的矛頭 直接指向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 他指稱賴清德是一個頑固的 激進的台獨分子 如果他上台 不能排除兩岸出現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對這一點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 12月30日 習近平在新年賀池中宣稱 祖國統一是歷史必然 隨後國台辦主任宋濤 在中共的雜誌上發表文章 呼應習的說法 並進一步說 台灣民眾要顧大局 堅定推動兩岸關係 重回和平發展正確緯度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中共官媒新華社3日報道 中共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張志軍 也在雜誌上提及 即將舉行的台灣兩項選舉 是和平與戰爭 繁榮與衰退的重要選擇 並呼籲台胞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作出堅定正確的選擇 除此之外 中共除了每天的軍機擾台外 近期還派出了多個氣球飛越台灣上空 據中華民國國防部1月3日公布的資料 3個飛越台灣本島上空的空飄氣球 自台灣中部飛越台灣本島 其中兩個空飄氣球 在飄到台灣本島上空後 就消失中跡 目前中共取消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部分對台灣關稅優惠 變相對台灣施展出經濟制裁 但隨後又出台了10項出入境政策 宣傳首位在福建定居落戶的台灣民眾 成為泄拾 所以有研究衛天下 海軍的特殊 評論 所以關稅優惠 反正在其中一個 從此中 九十一 三 六